今天港股曾经大卸1067点,最终恒指收报25266点,仍大跌926点或3.54%,令到不少股民叫苦连天,大家都好想知道到底什么事,终于迷底解开。 一切有关郑少秋事,有关他事,原来据内地媒体透露,2018年郑少秋的一部最新电视剧将夜,即将于本月底在湖南卫视首播,哇,真是不得你不信,丁鞋效应又来了,丁鞋效应是什么,年之上小的古有可能不知道。 话说1992年电视台神剧大时代播出,这套戏以股票市场为主题,刚好就由这一年开始,每逢有郑少秋主演的剧集,舞台剧,甚至演唱会上影时,同一时期香港股市很多时会出现大跌。 由于郑少秋在大时代飾演之角色名叫丁鞋,故称之为丁鞋效应,今次丁鞋效应已经是今年第二次出现,第一次出现正是今年2月6日那天,行指当时大跌1649点,原来剧中丁家几父子在大跌史后齐齐走上天台准备跳楼。 剧中指当日正是2月6日,哇,日子相同这,禁都入了抽官数。 剧中指定的剧中指定的剧中指定的剧中指定。